9月26日,一名穿有印着纳粹党灰衣服的枪手 在俄罗斯中部伊勒夫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15人死亡,其中包括11名儿童 在造成大量伤亡之后,这名枪手当场吞枪自杀 枪击事件发生在乌德穆尔特地区莫斯科以东960公里的城市伊勒夫斯科的第88学校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表示,另外有24人在袭击中受伤,其中包括22名儿童 枪击案发生之后,学校被疏散,周边地区被封锁,但是枪手的身份和动机尚不清楚 乌德穆尔特州州长亚历山大布雷查洛夫表示,袭击者可能存在精神病的可能 因为袭击者曾在一家精神病院登记为病人状态 调查委员会发布了在教室里有关枪手尸体的视频 视频中显示,枪手穿着几乎全黑的衣服,包括一个遮住脸的巴拉克拉法帽 和一件印有红色纳粹字符的T恤衫 调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里金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向此次枪击事件中丧生者的亲友表示了深切诚挚的哀悼 近年来,俄罗斯发生了多起校园枪击事件 2021年5月,一名少年枪手在喀山市杀死了7名儿童和2名成人 去年4月,一名男子在乌里扬诺夫斯克中部地区的一所幼儿园 杀死了两名儿童和一名教师,然后自杀